完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进度全部打完了 来做个快速介绍吧 左上方站立是千万七 然后等级33等 接下来是绑主线 34等才可以再继续推关 快速作战我也全部用完了 如果你想要加快进度 除非你要购买特权 花320 然后这边有悬赏特权 这是可以优先购买的 一定会用到 接下来有各式各样特权 两个640元 然后这是成长基金 目前的时间是11点3分 达到我这样的程度 如果走很湿滑 没有思考的路线 大概50分钟吧 就能全部打完了 这是月卡的部分 也给各位看一下吧 累计处值的啦 前面的特权 640花下去 这边也会算进去 然后这是4000充免费 每天15抽啊 一路领到267天 其实它整个风格是 山寨鸟三鸣的画风嘛 267天 能不能活那么久 还是个问题嘛 然后这是在线奖励啊 目前领了6档而已 因为在线时间不长嘛 然后这是开服好礼的邮件 给的东西还蛮多的啦 只是我完全没有去 去做这些哦 因为我推光模式很简单哦 你只要准备两三位角色就够了 而且甚至能越战打 我们先看一下公告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有礼宝马了 总共4组 点下去就可以直接复制了 我有刻一个手厨 所以目前来到了VIP1啊 手厨是送这位角色 法师实业的 这只角色很强哦 豪华镇里送一个 染法过后的18号 来看一下我的英雄部分吧 我的英雄主要提升 就是这位角色嘛 一开始就会送了 我还加一个手厨角 如果你要推光增加一些速度的话 这只角色也可以养 反正都可以进行充滞了 就无所谓哦 但是我在打爬塔的时候 当时我59000的战力啦 越战要打9000的战力的时候 就发现有点辛苦了 毕竟这两位角色都是后排的嘛 皮很薄 所以你就要养一个坦克出来挨打 我现在达到 119000的战力哦 给各位看一下吧 进行挑战 一开始的情况啊 就是这两位就好了 因为他是全体攻击的哦 扫射完以后 用这位角色追击 有秒掉一只敌人 你可以持续去秒其他的敌人嘛 但是这只角色 毕竟四星角啊 输出不太够 那个时候我就刻一个手厨嘛 这只角色特别强哦 这只角色也是全体攻击的 我就用这三位角色 去进行推土 然后集中去进行强化就好了 集中强化啊 基本上你在 竞技场遇到你同战力的啊 基本上都是很少全场的哦 这款游戏模式跟一些放置类型的游戏也是一样的 集中强化反而是比较强的 但是打到战力12万的迷宫的时候 你就需要坦克了 确保后排这两位不要损血啊 进行挑战 最高可以开3倍速 可以进行切出 但是他无法自动进行推关了 你可以看得到 敌人他是集中在打我前排的哦 接下来打后排的时候 我的赢面就已经很高了 因为前排帮我挡了很多血量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其实后排很快就全部倒光了 解决了 看一下排行榜 目前我推到第三三层 这第一名98层的感觉起来 是众客玩家吗 还是托我也不确定了 就算你说是托啊 我也相信好不好 因为他基本上画风都山寨了嘛 有几个托也很正常啊 然后这是竞技场的部分 然后这里有一个98,000战力了 来我们看一下 防守阵容 把坦克射进来保存 那我们打这98,000的好了 我的战力是78,000嘛 其实是可以跳过战斗的啦 那这边也是给各位看 我就不跳了 对方平均战力就是在4,50等而已哦 也是一样哦 全体攻击以后 让刺客一个一个抓 就算敌方是98,000战力啊 打他轻轻松松哦 那我们看一下 钻石的部分左上方 我大概花了2000多转吧 抓玩一个钟头有6,000转好了 然后这边还会送你角色 要不要提升抗个人啊 但是目前送给你的那些资源 你差不多养两位 就已经快用光了 等级到达了100等了以后啊 你要进行升阶啊 就必须进行升星了 这个时候需要一张同名卡 然后外加肥料 同阵营的 然后这装备部分100等以后会解锁格子哦 就像这位角色一样 看一下其他玩法部分吧 星岛 星灵树 这个地方可以进行收获 可以拿到突破材料 还有经验品 其他的都没有解锁啦 不过我觉得玩法会是大同小异的 基本上就是同类型玩法 大家互相抄而已啦 然后星河这个地方啊 你有星的角色可以变相跌战力哦 所以角色也不是说留着都不抽啊 因为你抽越多角色 在星河这一块 你会增加越多战力 我们来测试一下好了 左上方可以看得到 刚刚提升完以后 我的战力已经变成8万一了嘛 招募券一个小时后 有100抽 给的是非常好的 让我们把它全部抽光好了 有中到五星了哦 20抽也是有五星 第30抽也是有五星 一样有 好像10抽必中有五星啦 是不是 但没有同时两张五星的哦 这一组就没有了 好了100抽全抽完了 我们看一下吧 星河点下去 点点点点点点点 你有看到我战力吗 原本8万一又变8万4了 然后我有加一个联盟啦 五星角色顿时变那么多哦 这位角色基本上已经能养了哦 因为他有三张一样的 过一百等你就需要同名凯了吧 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啊 你看一下角色右下方 角色技能他有四个的 这才是真五星哦 然后三个的技能 基本上是肥料啦 但是如果你要让凭借等级叠上去的话 甲五星基本上也是要养 来充当一下最低等级上限嘛 要把它拉高哦 这估计后续也是会有等级同步机制的 然后这是镇影的招募 这是爬塔 送的角色啊 装备之类的 我花的两三千钻啊 有一些是有去买经验 还有突破石的哦 我们看一下吧 上面的金币我是有点的哦 然后商店部分 突破石我会优先买啦 不然角色等级上不去哦 角色等级80等以后 就要消耗1000个突破石哦 免费次数我也是优先点掉 然后换成突破石 其他的看你要不要买吧 基本上啊 给你的钻石 就是那你买商店的东西啊 转单券的话 你再去抽就好了 走向都是课金游戏啦 所以你也不用保留太多啊 搞不好留到最后你已经退友了 然后这边进行转单以后 会累积点数 你有特权了以后 就可以解锁奇迹召唤了 这里是VIP的哦 VIP2解锁奇迹召唤 VIP3可以紫色品质自动派遣 接下来就是挂机收益提高之类的 VIP5解锁一键收获 他在解任务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增加VIP经验的啊 只是增加的幅度很慢而已哦 到最后VIP时 家的幅度已经到最高了 而且全体上阵英雄 额外加生命跟攻击力哦 其实就是一款课金游戏啦 你要无课玩也是可以哦 整体玩起来普普通通吧 就大概走七龙珠的风格嘛 就会吸引到一些玩家啦 总而言之啊 这款游戏就是只有这个样子而已哦 各位有看到吗 当你进行商店购买突破时 买经验 总资源就是让你拉到这个样子 三位角色一百等九十六十 虽然只玩一个松头啊 到晚上的时候 还会再进行提高哦 估计下午的时候 主线还能再推了啦 只不过这差不多玩到这里吧 因为我觉得内容性还好 没有什么内容 玩法的话大同小异啦 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间 i know you